三藩市市參市陳詩敏說 市府在面臨赤字下提供很多基本服務時 經常都有人手不足的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局聘用高層人員 往往比聘用一般人員多 導致市府運作出現問題 姆虎言報導 代表三藩市列治民區的市參市陳詩敏 表示三藩市經濟正面臨龐大困難 加上市府面臨赤字 不少社區服務被削減 他由當局的預算及立法分析部門取得報告 探討如何可以在赤字和預算之間取得平衡 因為我們看到在現在市政府服務裏面 他們說我們是不夠人手的 這個報告告訴我們 但我們大概是要更加需要三千個工作人員 才可以幫助到我們的市政府有一個正常的運作 陳詩敏又說三藩市市府在過去三年聘請高層管理人員 比聘請一般的員工高出兩倍 他表示除了警察之外 他表示除了警察之外 市府不同部門都面臨同一個情況 導致市府在運作時出現不少問題 他又提到各個部門的加班費有所增加 反映市府一旦要裁員或者停止聘請 聘請員工應該先由高層人員下手 他亦指出市府面臨財賊的另一因素 在於當局聘請承包商時缺乏問責 認為是時候終止一些浪費政府資源的合同 但是我們發覺到很多時候都是沒有辦法能夠給到我們所需要的效果 那麼這個時候是否應該停止一些不同的合同呢 不單止是我們都看到很多這些所謂叫做contractor 在三藩市來講也都看到在過去這兩年裏面 很多都是受到貪污或者是亂禁洗肺的一些問題 26台機者莫浩然撥督 26台机首 導著 4 4